1947年,卡帕和布列松等几位即时摄影师共同创建了马格南图片社 这是一个以忠实呈现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面貌为宗旨的摄影组织 它一路发展壮大,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的最优秀的摄影师 但是每个时代他总有一些天才或者说是天赋异禀的人 他跑得比别人有点快 比如说在1950年代,马格南就拒绝过一个入回申请 后来艾瑞特·埃威特说过这个事 他说这个摄影师的照片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他的照片看起来很散漫,但实际上不是 而且有着充沛的情感 但是在那个年代,大行其道的照片都是锐利的 在技术上无可挑剔的那种风格 所以很遗憾,好在在几年以后呢 这个摄影师他申请到了古根海姆基金的赞助 然后完成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可能有人猜到这就是那个罗伯德·弗兰克 那我之前介绍过他的这部作品 美国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出来看看 1972年在英国 有一个年轻人他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本画册 那巧了,这本书就是美国人 那这本画册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的眼界 原来照片是可以这么拍 转眼又过了20年 1994年已经成为摄影师的这个年轻人 他也向马格南递交了自己的正式入回申请 这个相似的这个场景又一次出现了 因为他的作品跟这种典型的即使摄影的风格又很不一样 虽然说他也是即使,但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关心人类呢 相反他还是非常有点挑衅 非常不严肃 那布列松也曾经失望地评价他是一个来自外星的人 当时这个马格南组织里呢 也有很多的成员激烈地反对他的加入 说如果接受了他这样的作品 那简直就是撼动了马格南作为即使摄影组织而存在的根基 而且有人很讽刺地说 说以后大家看马格南网站的时候还得吃抗恶性药呢 好在这个组织里有远见的人也不少 他们意识到了这个时代变了 马格南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 所以这位也就没有重蹈弗兰克的覆辙 然后顺利入伙了 又过了十年 这个人呢竟然还当上了马格南的主席 那大家可能猜到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马丁帕尔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作品 看看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接着说 当时很多摄影师反对他进入马格南 那理由无非就是他和马格南的这种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根本就没有那种悲天悲人的气质 那马丁帕尔的看法呢 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同时存在严肃性和荒谬性的 就像阴阳一样 不是说只有这个特征或者那个特征 而是这两种特征是并存的 那意思就是 你看到了严肃的一面 你就拍严肃的内容 但是呢 我看到了另一面的那个荒诞 我就诚实地展现我看到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就看到了完全是另一个气质的世界 一个杂乱无章的 闹哄哄的 又空虚无聊 但却无比真实的人间 马丁帕尔这种摄影风格的出现呢 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跟大部分同时代以及前辈在对即时摄影的这个理解和风格上 是有天壤之别 那我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脉络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过来的 1952年 马丁帕尔出生在伦敦的郊区 他14、5岁的时候呢 就决定成为一名摄影师 那时候他和爷爷是生活在一起 他的爷爷喜欢拍照 然后订阅了一些摄影的杂志 那马丁帕尔也因此有机会看到 美国60年代的那些重要的摄影师 包括罗伯特弗兰克 威诺格兰德 还有弗里兰德这些人 读大学的时候呢 他开始系统的做自己的摄影项目 那时候他拍的是黑白的照片 后来有人向他介绍了托尼雷琼斯 那跟前面的几位摄影师不同的是 这个托尼雷琼斯本人就是出生在英国 在60年代左右呢 他是前往美国的耶鲁大学深造 又和这个威诺格兰德 美洛维茨等当年这些街头摄影师 很要好 他还曾经在 理查德阿维登手下学习 1965年 他回到英国 跟他一起回去的 还有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 上面记录了他的摄影策略 给大家看一下 随后这个雷琼斯 他在英国开始拍摄 沙滩是他拍摄的场所之一 因为英国的这种街派的传统 不如美国那么强 英国人喜欢去的地方是沙滩 那里是他们放松的地方 也是这个英国人各种放飞自我的地方 那雷琼斯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就把当地的沙滩当作了美国的街头进行创作 他的照片是融入了美国摄影师对他的影响 同时又有一种英国人特有的幽默在里面 拖泥雷琼斯的这种把美国街头设计的 转移到英国的沙滩的这种拍摄的方法 给马丁帕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随后的80年代 马丁帕尔也开始尝试这种沙滩的拍摄 那跟雷琼斯不一样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尝试彩色的胶卷了 也就有了他最受争议的这个作品 就是这种最后的度假生地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照片都是在利物浦附近的一个度假的沙滩拍摄的 缺乏美感 绝对的毒舌 反正马丁帕尔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持相机突然跳出来 一下子扯掉社会生活的那层华丽的衣裳 然后大灯一闪拍下里面的狮子 你说他是讽刺也好 说他是恶趣味也好 自黑也好 在那个时代引起争议 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那好 这期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 他的摄影的风格 那下一期我们会着重地说一说作品 以及作品背后的东西